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朱立伦还没确定上阵 党内已经传出立委民调翻转 原本55波转变为蓝绿64波 朱立伦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但为何总统的民调只增加了5% 到底谁真谁假 另外宋楚瑜会不会退选 相关一提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发言人阮焦雄 总讲好 大家午安 还有红伴文宣部副召集人毛嘉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临时全代会 明天就要登场 党内挺株以及挺株的势力 在台面下持续角力 目前征召朱立伦的提案 已经有过半数900位的党代表联署 党内立委坦言 朱立伦就是党内最强的人选 不过挺株的白色正义联盟 明天号召民众要到现场支持红袖柱 来看VCR 过来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 准备把器材送进国父纪念馆的后台 因为10月17号下午 国民党要举行临时全代会 让换柱成真 7月19号国民党才在国父纪念馆 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 通过提名红袖柱参选总统 没想到三个月后又在同一个场地 要举行临时全代会把红袖柱换掉 改征召朱立伦 临时全代会在党中央运作下 柱下柱上几乎已成定局 就连最挺住的黄复新党部也低调转向 不过挺住的支持者还是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就怕林圈会外爆发冲突 警方也早一步调来铁栏杆 避免擦枪走火 无权撤销红袖柱的提名 那却用一个废纸 这种玩文字游戏的方式 你永远只会背离民意 民主社会嘛 所有人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我只呼吁他们能够理性的来看待 以及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也希望在激情之后 大家能够回归到正途 挺住民众叙事待发 党中央也同样动员党代表 征召朱立伦参选的提案 已经获得过半数约900党代表联署 17号下午登场的临时全代会 2点开始后 新有马总统洪秀柱连战吴伯雄等人致辞 接着处理废纸秀柱提案 可能用表决 也可能用鼓掌通过 顺利的话 接着全场鼓掌通过征召朱立伦提案 短短三个小时一次解决住下朱上 不过就算过了挺住这一关 朱立伦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 还有挺王本土派这一关等着他 国民党或者蓝军最强的总统候选人 还是朱立伦 把洪秀柱副院长做一个转换 而还不推出最强的人选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朱主席这方面也跟院长这方面 要多多的协商沟通 因为两者合偶唯一 互蒙其力 英伦对决取代两个女人的战争 朱立伦是不是国民党选情的救世主 就看明年的投票结果 好 国民党临时全代会 明天要换掉红袖柱 朱柱姐到底是默默的接受 还是奋力一搏呢 我们来看到他昨天晚上在脸书上 PO出这篇 他用国父的这样照片 上面写着救国 革命奉献成为人民的希望 他写说 这缅怀先贤先烈 为救国家不惜新生性命 所以我们才能享受 今天的民主跟安乐生活 但是不能忘记历史 更不能忘记先烈先贤的是 为了什么理想而努力奋起 那么我们应该效法 先烈先贤的革命精神 革命奉献成为人民的希望 我想请教嘉庆 现在朱柱姐 现在是心态上 是不是已经接受了 被换住的一个命运 还是说最后还是要 站到最后一刻 有个什么光荣宣言呢 我们绝对是站到最后一刻 而且我们所得到党代表的反馈 很多人是非常不开心 对这种结果 今天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被放出来 刻意释放出来的一个消息 叫900位党代表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国民党这个选出来的党代表 是有1600位 包括台商系统 包括海外系统 包括黄复兴 包括各地 这大约是1600位 有200位 另外200位是指定党代表 也就是所谓有党职 党官的这些高阶党工 他们是指定党代表 那这900位里面 如果包含了 这900位里面 应该是包含了 这200多位的指定党职 那另外大约是700位的话 如果照他900为真的话 那大约是700位 那700位占1600里面 是有过半吗 那为什么他只讲到这个数字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不想出席 然后但是他因为有200的基数在那边 所以他能把它弄到过半的席次 然后再加上说 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挺我们的人 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整个氛围 还有他的家副长制 他从创党至今 其实一直维持他的体制到现在 当你是团进团出 也就是各党部 各地方党部 各区党部 还有哪里的动员来的 大家全部团进团出 一起坐游览车来 一起排队 进去 坐的也是同一块 所以党中央做什么决定 这些人就怎么听话 比如说我们四个都台南新话来的 你们就人丁人坐在一起 是 这种状况之下 然后您是主委坐在旁边 你开始拍手 我们拍不拍 你看看我们能不拍吗 有一位在某一个小线份的一位党代表 青年党代表 三十出头岁 青年党代表 他是死挺住粉 国民党的年轻人 对洪秀柱的挺 不是挺在 我认识洪秀柱 洪秀柱参选之前 其实他在党内的影响力是很低的 所以现在才会有各方人马在说 谁叫你没派系 甚至有人说 谁叫你不是党中央 这种奚落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听很多 但是其实风风雨雨 你选择这条路 就像柱姐自己说的 他不惜粉身碎骨 邱锦讲的那句话就是 为局如私敢牺牲 已经到台湾政治走到现在 那国民党的立场 跟他自己要坚持的理念 就对柱姐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嘉倩我可疑问 就是说既然你刚才提到 900位党代表联署 当中还包含200位 也就是说你要过半 那等于就是说 那其他另外可能 还有好几百位的这些党代表 从正宜这边是有去掌握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都挺红的 是 就像您用党中央 放出来的讯息来分析了 那就代表说 其他的党代表似乎是不会到了 那其他党代表不到 也是一种表态嘛 是 也是一种表态 当中我们必须还要讲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党章 他会规定说 你如果要召开林全会要两个月了 他毕竟不是一般社团 说你只要开会前通知 大家能到过半就可以开始开嘛 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社团 他是大概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社团 大家应该没有意义啦 那他又是一个执政党 现在的执政党 对 长期我们知道 从孙中山那时候开始 海外党部就是很重要的 侨胞就是很重要的 那海外党代表也有将近200位 他们想回来是回不来的 党代表我相信大家最近看新闻报道 也都知道党代表在海外都造反了 都甚至有人烧党症 有人开记者会痛批说什么的 这些话 我们不是对党有什么要分裂或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没这个实力 您也知道 就是即便像当年的林郝许立农 他们也才能创一个新党 比如说明天的林全又 其实剧本都已经铺排好了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红袖柱 这是党中央的剧本 党中央的剧本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剧本 那我问你 朱柱姐他能怎么样呢 他只能配合呢 还是说他有另外有棋局要去布局 我跟您报告 也跟各位观众报告 在这一秒进行中进行事 我们的青年干部 跟我们在外面所有支持者 都还在跑党代表 不到最后一秒 林全会没开 没有做出结果 我们都在努力 但是党中央说了 他不处理这个临时提案 也就是他只处理换住这个提案 对不对 目前是这样子 目前这样的安排 照党中央发的会议规章是这样子 但是就像各界连党内 很多就是说 他说很多 我们知道很多民代 他们都受到很多压力 包括党中央 其实他们 他们并没有说出来说 他们光这一个多礼拜 接到打来抗议 打来骂的电话 是上万通的 那所有选区 我相信 你说 民意代表 他们最担心的是选票 包括各地的议员以及立委 当你的选民打电话来 直接告诉你说 你们如果支持这些事情 我们是不会投你们的 他们的压力势必很大 可是党中央要贯彻的是 他的意志 党中央这三个字 有他的象征意义在 即便说你红袖柱这几个月 这半年来你的努力已经在蓝军里面 他变成一个符号意义 他不是之前所说的B咖C咖了吧 即便说红袖柱 他已经有了他某程度的意义 但是党中央这三个字 冠下来对不起 他就是党中央 所以人家才会说 谁叫你不是党中央 是来 我请教赵雄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 当然我们以局外人在外头来看 那明天的林权会显然呢 党中央已经安排好了整个的剧本 但是呢 刚刚嘉靖也说了 可能另外可能有将近一半 也是一大块的 可能也是挺住的 那么包括陈长文他也投书 他说巨头国民党 那他也说了 这什么这个换住其实会亡党 另外挺王派那边也不满 为什么换住之后 租就上来呢 为什么就是一定租呢 那为什么不是亡呢 那九百位的这个党代表 连署支持 就符合了民主程序吗 这重点在于说 大家尊重制度 这个文件 我最近很想读它 照理讲 我应该想读民进党就好了 但是我最近想读 这是国民党他的提名办法 你应该特别提到说 总统 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投票 百分之七十的民调 经过中央 中常会 然后经过全代会 这红袖柱负用 完全符合这个规定 但现在要把它换掉 有什么理由可以换掉 换掉的事情非同小可 除非你有刑事案件 才会把它换掉 那既然他们有 犯这些错的话 为什么要把它换掉 刑事或者会选 红袖柱都没有犯 对 他都没有犯 那OK 好 那现在如果照制度来的话 很简单 如果你用废子案 把红袖柱给换掉 那我试问 如果要提出朱立委员 是不是要从这个办法 一件开始 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投票 百分之七十的民调 才能换朱立委员擅长 对 而且更何况是 朱立委员现在自己应投楼 党首席 新北市市长 现在还接总统参选人 对 说不通是都没害人 所以无怪乎 这个挺完派 他们会反弹 奇怪 说来说去 好像你朱立伦要参选 我们国民党也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你看现在新北市议会 也要强力监督 未来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朱立伦 党主席也做不好 新北市市长也做不好 对国民党整体的形象来讲 都是扣分的 这种扣分的状况底下 你说立委能够拉台 大家也不太相信 也不太相信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逻辑很简单 假设换上朱立伦之后 一个月后 民调如果还没有起来的话 是不是要换另外一个人 对 如果照这个逻辑 因为民调起不来 对 更何况我觉得 朱立伦也某个程度 也算是非战之罪 为什么 党主席也没有进来 然后这个朱立伦 一下要当主委 一下不当主委的 党难道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吗 在洪秀柱一片 民调低迷状况底下 还有这些立委的 这个民调低迷底下 难道他们都不用负责任吗 假设是立委的民调低 那照理讲 应该换掉立委候选人才对 这样怎么换 要换洪秀柱 然后换上朱立伦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完全不通 对 也就是说 如果说小鸡的选情不好 那么都去怪母鸡 因为说母鸡的民调太低 但问题是 朱柱也是依照国民党自己 也就是朱立伦建立的初选制度 选上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想请到时期 是不是朱立伦也把自己的初选制度 也把它摧毁掉 那所谓的就是说换掉柱之后 自己就上来 那感觉这不是黄袍加深吗 这就是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 到底有没有初选制度 没有 就是一切都是党中央说了算 那党中央要私下运作谁 那就是谁了 也就是说 本来大家觉得 哇 好不容易国民党终于有了 第一次的党内民主 透过这样子的初选的方式 然后产生出来的 大家 全国都应该要为国民党 愿意面对自己的党内民主 这件事情而高兴嘛 他终于建立了一个 让大家幸福的方式 结果他是自己毁掉的 而且我觉得党中央的手段 有够恶劣 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决定 要把柱给扒掉 然后要换上柱 他其实私底下 不断地在做各种的运作 比如说我之前也跟 这个小猫也聊到 就是说党中央对于党代表的 一对一盯人方式 就很像那个打篮球 就是一对一在盯 盯场 那如果他知道你这个党代表 其实是跟洪秀之后还不错的 他其实就会立刻到你面前 然后动之以情也好 幼之以利也好 施加人情压力也好 就是逼迫你 不可以在全代会上面 挺住 我是放炮 对 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划 挺这个朱立伦上 然后并且签连署等等的 也就是党中央的确 私底下做了很多的动作 然后你看这两天释放出来的消息 就不断的要洪秀柱说 你要退 那你那个演讲要有高度 你要能感动人 就是你要退 要退得漂亮 然后而且你退了之后 你要来浮选 感动人他自己上就好了 那朱立伦上来他才要感动人 怎么退选也要感动人 对他对洪秀柱的残忍 就不但是把他打掉之后 还规定说 你要弄得很感动人 你的身影要漂亮 而且你将来要浮选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对洪秀柱真的是假装搞搞 就没有人这样糟蹋人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党中还铺牌 你看这个朱现在民调很高 跟蔡英文也差不了多少 10%以内 然后这个桃园也变成了六四比了 就国民党已经领先了 就不断的在释放这种消息 如果国民党认为这一招是有用的 你就取信于大家 你就公布那个民调 告诉大家说 你们内部跟其他天王的比较 你是不是真的比王高 你是不是真的比吴高 然后你是不是 再公布另外一份 你是不是真的跟小英只差9% 再公布你桃园 你民调怎么做的 交叉分析是如何 样本数有多少 题目怎么问的 你一定要把这些资讯 都是公开透明的 你才能够说服整个党内说 对 所以我们挺株是挺的有道理的 你要先做党内的说服 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 扩大到整个社会上 说服整个社会说 对 所以你朱立伦是有资格 可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 结果你现在什么都不做 一切都黑箱运作 就这跟黑箱克刚有什么两样 就一切我们都私底下瞧瞧 瞧完了之后 好棒好棒 这是一个在走倒退路的国民党 对我们来 朱立伦呢 如果是真的参选 到底他的民调 是不是真的会高多少 稍后我们会来讨论 当然我想要请教学恒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去年一二九 国民党才大败 结果我们再看到这半年来 国民党到底拿什么 来回应民众 现在看起来 就是这个争招大戏 黄袍加深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对于国民党 还会有期待吗 我套用一下侯友宜曾经在八仙城报之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该负责任的一个都逃不掉 结果今天你看到八仙城报出来的结果 是该负责任的逃到只剩一个 更别提还有人该负责任的显然接下来要请假 朱立伦对于整个过去新北市执政的包含了民众的抱怨 包含了非常多问题包含了福州合一宅 他有没有道义跟行政上的责任 其实有 那你有没有处理好 其实没有 在没有处理好的状况之下 你接下来很有可能要请假三个月去竞选的时候 那就像侯友宜讲的 该负责任的一个都跑不掉 那为什么朱立伦跑了呢 再来有一件事情 两天前还是三天前 国民党粉丝团分享了一个 这个一个贴图吧 他说有党无我 也就是我们大家要用无我的精神来支持这个党 但其实有党无我 当时看到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跟党势不两立 有你就没有我 那有我就没有你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真的思考的是 你的这张贴图其实让大家的诠释是 那所以说个人跟党一定是个人要牺牲 而牺牲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提不出来 我们直接讲就是国民党这次换柱 既不符合人情意理 也不符合民主程序 他甚至不科学 不科学的意思是什么 不科学的意思是 他说影响选情 好 那就你说算了 你朱立委员是民调专家嘛 你手上的数据有没有公布给全党看说 好 这些立委的选情确实受到影响 很有可能会输给民党原因 不是他们不努力 不是他们跑去党农地条款 不是他们做了任何其他该死混账的事情 而是因为洪秀柱 那你在没有办法提出科学证据的状态下 我觉得今天胡佑伟投书写的蛮好的 他说那你怎么证明朱立伦上了 效果会更好 那你想想看电视上卖药广告 好歹还要讲一下先讲求不伤身体 然后再讲求药效 但朱立伦这一次是先伤了身体 还不确定药效 那请问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你对于党的损伤 你对于民主制度的损伤 你对于选民的损伤 你是不是应该负全责 好那如果我们一路推论到这里来 如果朱立伦要负全责的话 那该下台是朱立伦吧 那为什么是洪秀柱跑出来说 不好意思那怎么是我下台呢 我觉得洪秀柱当天的致辞 只要讲一句话 为什么是我下台 不是你朱立伦下台 而且你不但不下台 你还要再上台 那在这样状态之下 到底你要如何服众人 你如何能够说服众人说 我有科学的依据 而且我符合民主程序 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背后的人情意理 也是符合的 你什么都不合 我完全看不出来 国民党这一次要换柱 到底讨好了谁 除了那个上来的朱立伦之外 没有人负责 那唯一负责的人 我们这样讲好了 一个民意调查之后的结果 说立法委员不好 选情不好 第一个三个人要负责 朱立伦洪秀柱跟立法委员本身 结果朱立伦不负责 立法委员不负责 就洪秀柱一个人负责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要想清楚 你真的在瞎搞 没有人可以支持这种做法 除非像你贴出来的内容一样 有党无我 也就是有了党就没有你 你们自己看得办 其实分析起来 国民党有很多逻辑上的面误 就像说有党无我 但问题现在就是通通有我 没有党的存在 天王之间就是真成这个样子 所以才在说什么有党无我 其实情况是相反 我们来看到国民党林全会 明天登场 洪秀柱一早 他是到立法院主持院会 他没有给媒体发问的机会 就进入议场 而被称为绿营国师的翁三雄 在七月底就预言 2016不会是两女大战 如今看来相当神准 来看VCR 好 大家早 分析早 谢谢 临时全代会换住前一天 洪秀柱来到立法院 跟媒体打了招呼 就走进一场 没有接受访问 让在场媒体一阵错愕 洪秀柱如常主持院会 究竟下一步是备战 还是要顺其自然 脸书似乎透露端倪 洪秀柱14号 先在脸书上放上 参加党内初选的发言 强调承担没有终点 让我们再次奋起 接着15号 放上国父和先列照片 说不能忘记先列 是为什么理想努力奋起 应该效法他们革命奉献 成为人民的希望 洪秀柱强调中党爱国 但早在7月底 他通过提名没多久时 就被称为绿营国事的翁三雄 预言2016总统大选 不会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我昨天应该 台湾应该会出一个女总统 台湾对要当前总统 不是两女战争 一定是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是这样预言 沈转预测验证现在换住行动 洪秀柱这场选战 打了三个月 没到最后关头 看来就得提前离场 好我们看到国师预言 2016总统大选 不是两女的选战 还是目前看起来 是两男一女的选战 已经定了呢 刚刚时期也提到 就说朱立伦如果上来选总统 到底民调会高多少呢 我们来看到 就是台湾指标 在前两天所做的民调 那么目前看起来 这个蔡英文的是47% 洪秀柱16 宋楚瑜14 那么如果换上了朱立伦呢 他的这个支持率是21% 比洪秀柱多了5% 那么宋楚瑜是12% 那么当然就说 国民党内现在 有出现了一些民调 也就是说 如果朱立伦出来选的话 那么包括在新北 以及北桃的部分 原本立委选情 五五波的情况之下 如果朱立伦上来呢 已经翻转了 我想请教嘉庆 这个民调到底 可信度有多高 为什么说 期待朱立伦出来选 这个立委选情呢 就从五五波 翻转到六四波 是蓝绿六四波 那么朱立伦真的有 这么大的号召力 那如果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那他怎么只多 红秀柱才多5%而已呢 这个立委选制 因为我想大家长期 我以前也跑过 一段不短的时间的 国会新闻了 我们对于那时候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你立委要从三年改四年 然后要改成小选区 然后减半的那时候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是被骂到臭头 大家就说你是消灭小党 这是只对大党有利的 这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从来就不会有人认为说 国民党在各地方 以他的组织 以他的既有实力 跟派系运作等等 他会有任何调到 半数以下的这个状态 我相信赵雄雄也在这 他应该很清楚 我在说的这个实际状况是什么 今年选举很差 并不是洪秀柱出现才开始的吧 他这有点倒果为因 因为实际状况是去年1.129 国民党被政治大海啸打平了 已经全岛半岛了 很多国民党的楼房全岛半岛 那时候负责 立委就说今年保证难选 所以娃娃叫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是不是叫主席下台负责 主席有没有下台负责 所以才马主席下台 变成朱主席开始选 朱主席开始选的时候 他是不是说 他要开放我们的政党 他就是说对国民党 我们国民党内部而言 他说开放我们的政党 然后再也不要用巨马 去阻挡自己的选民 这些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前两天那个巨马 出来上面还是带刺的那种巨马 而且还是加大的 加大的要钉铁钉的那种 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的 所以这个开放我们的政党 现在听在很多 1.29之后 1.29会输就是因为 基本盘不见了嘛 他不投票 他对某些时政是失望的 他对于你国民党在议题上面 不敢坚持 自私立场等等 他是放弃的 或是说他原来的基本盘 经过民意流水的冲刷 可能已经冲掉一些了 国民党没有去想想看 他自己在这个 跟民意党的市场区隔 而他混淆了所谓的民意主流 这四个字 基本上你一个政党 你是要靠你的理念 跟你的立场去 让你自己的 就是说你想说的论述 可以争取到追随者 如果你忘了自己的立场 跟不敢坚持 这一定就是西瓜未大边 这是任何选举 玩过选举的人都知道的 因为你除了基本盘就是形象嘛 形象是 基本盘不用讲是你 原来该有多少 基本上不太会变的 中间选票是靠形象 形象是靠什么 就是靠你的能力 跟你打选战的那种拼近 那这次如果说助手姐被换掉 朱立伦说他偏离主流民意 说这个两岸政策 你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等于 也把自己一部分所谓的铁蓝 铁票这些知识者 把它排除在外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论述 因为你说偏离主流民意 那意思就是说 现在难道他认为 蔡主席是主流民意吗 这对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 对不起赵云兄 我是讲国民党 这对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 心里头是痛的 绝对是追星的那种痛 我如果入党 甚至说现在还有很多 我们不要忘了 从大陆跟随着蒋总裁 蒋总裁来到台湾的这些 这些我们讲最挺的 他们听到你讲这个话 他们心里头做何感想 那这些人是你的核心价值 不是吗 还有原来的中产阶级 不是都说中产阶级里面 偏蓝比较多吗 那现在有没有改变 为什么 为什么不去检讨这些东西 而是你说拿一个立委选情不佳 出来扣在红袖柱的帽子上 头上 你给我戴着这个帽子 戴高帽出去游街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相信有理性的国民党党代表 他们也都很清楚 你扣这种帽子会把自己 就等于在唱衰自己的选情 而等选战真的开打的时候 你的对手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你扣自己帽子 你又唱衰自己的选情 到时候很好做文章 然后你站不住脚 今天国民党里面有四个 很可怕的字叫规划人选 如果你用规划人选 这种降纲到不行 就是打开臭不可闻的状态 大佬又出来又要拥抱 又要感性眼说 又要获悉你 然后还要你认错道歉 知错能改 就要认真辅选 如果你用规划人选 这四个字打破了民主程序 国民党难道是只剩116 这一次选举了吗 对 加静提到这个重点 规划人选 也就是朱立伦在这一次 换柱之后自己上 是不是也是跟大头高层去瞧一瞧 就是我自己出来选 我想请到昭雄 当然就是国民党 他们内部自己也是 有一些民调传出来 所以刚才实际也提到 你没有正式拿出来 凭什么说朱立伦还没有确定说 要参选之前 你就说现在新北北陶 这个立委已经翻转六四波 到底他们这个内部民调 是策略性运用 还是拿来骗人的 选举选个是 当然这个朱立伦要出场 大家照事 所以他有900位党代表 联署这个民调去放风声等等 如果但是我们就科学的根据来看 刚才主持人拿了这个民调 很显然 但他多了5个百分比 对 那他各县市里面 其他大部分都有增加一点 但是我们注意看几个观察重点 包括花冬跟金马 还是减少的 刚才这个江青中所讲的 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铁蓝的部分 反而减少了 这么久先去话讲 这个民调之所以红秀柱 红秀柱看起来比朱立伦低 是因为这两个礼拜 已经把红秀柱打压了不得了 当然有新闻议题的效益 不过刚才提到说包括什么新北市 包括桃园 好像朱立伦参选之后 整个气势都起来 其实不难 其实他还没有说真的正是要参选 如果当然这个蔡英文总比 是比朱立伦高很多 45比21 但是在新北市的部分 其实所有县市里面差距 第二大的 53比21 假设如果是这个朱立伦 身为新北市市长 他是这个救世主的话 照理讲他新北市应该增加很多还对 反而是仅次于这高平地区 高平地区是51比15 那显然看得出来 新北市这个朱立伦反而是毒药 他有可能之后 他代职参选之后 那个新北市市民的反弹 可想而知 所以朱立伦的参选 其实对朱立伦个人来讲 对国民党来讲 都是一个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所以他们是不是要破普成州 一定要提名朱立伦 我觉得或许到最后还有一些变化 的确朱立伦如果真的要参选总统 那么即使他的民调比红瘦数高5% 问题是他自己伤害了铁蓝的选情 这一来一往 到最后是不是白忙一场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朱夏朱上已成定局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被问到 是否代职参选 外传下周一就要开始请假 他没有正面回应 只说林权会后再向外界报告 来看比赛 出席全运会新北市代表授起典礼 不过明天国民党林权会换柱后 这市长好就变成总统好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朱立伦要代职参选吗 这个都是等明天我们把林权会开好之后 才会有所决议 那有所决议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决议是怎么样 我再跟大家报告 要不要代职选 林权会后再说 只是这林权会不管怎么开 朱立伦肯定都会挨骂 他有心理准备了吗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考虑个人的毁育的问题 我已经一再强调 这个时候没有人要争权力抢好处 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是希望承担吧 为台湾的民主 为中华民国的未来多一些承担 依据要多承担 前见朱立伦已经准备好要上场了 同一时间 传出民进党也要启动维朱计划 其实从上一周开始 我们决定开林权会 我看这个民进党全部动起来了 台湾民主要这样比较好一点吧 让大家能够比较 有活力的来选举 然后让民众能够看到 2016的一个方向跟选择 谈起民进党 朱立伦一副胸有成竹 2016英伦即将再战 好 看起来朱立伦 好像已经准备要参选总统了 但是他的回答始终不是那么的明确 我想请教时期 朱氏的回应显然呢 外界看起来好像说难以捉摸 包括换柱 媒体也说吓到中国 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 朱立伦大概是因为 他认为明天 因为整个程序还没有走完 所以他讲话就有一点不清不楚的 好像有一些这个别扭 可是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国民党的大局不就是 就是要让你租上嘛 那我会觉得啦 就是说选总统这个层次的人 其实他的人格特质 就是他的性格 其实在选民的判断当中 他其实占了一个还蛮重要的部分 那可是朱立伦在这一局当中 其实把自己的性格曝露无遗 就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其实你是一个蛮艰险的人 然后你是如此的没有诚信的人 因为至少他之前讲过 二十几遍的说他要做好做满 那可是现在却又 他怎么早上是市长 下午是主席 明天变总统候选人 就是角色多变 一人分势三角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些角色 都做得像个样子也就罢了 那可是其实你在新北市 和你在党主席的位置上面 其实获得掌声并不多嘛 就这么多批评你的声浪 其实都是来自于蓝营自己的支持者 特别是这个洪秀柱的铁粉 而且我觉得这个朱立文这一招 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实质分裂 是有影响的 他惹了洪秀柱的支持者 其实他某种程度也惹了 王金平的支持者 所以你看整个党就会变成 这边分一块 那边分一块 然后有我朱立文这一块 这都是越切越小 你会让国民党的整个盘式 是越来越窄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对于国民党 未来的路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好事 那所以朱立文现在要回去面对 就是说 那所以你要怎么说服你新北市民 你现在能不能够说服 第一个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 第二个能不能说服新北市民 就是你这两个东西都说服了之后 你才能说服整个全体台湾的社会 所以我有正当性 我真的这个民调超高的 你看王金平好烂哦 洪秀柱也超差的 你看我民调那么好 你就应该把所有的资讯 都应该揭露出来 都应该公开出来 说服大家 只有我才是真正那个救世主 我批龙袍 批得真是理直气壮 你要证明给大家看吧 对的确来请到嘉庆 现在朱立文如果上来 自己党内的支持 他有做好吗 也就是说他可能挺王派就说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用民调来决定 那再来就说 可能你们明天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逃了 那党中央有怎么样安排你们吗 还是你们就这样试散吗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话 就是当初人家洪秀柱 还交了700万 对 你朱立元都不用交700万 就是你 对啊 你好歹也要还人家700万吧 后中民调 这个是不会还的 这个是党内初选规则 我们是初选完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是站得住脚 所有法理程序完备的 对 那当然我们不会去提告 这是洪秀柱最大的照门 因为他中党爱国 人家掐住你 知道你不会告 法律程序不会去走就对了 他已经赌到了 他敢压这一柱 这么大这么穷的 就是因为他吃定你了 你的弱点 就是中党爱国 你不敢告国民党 吃定你有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说 你就算退下来之后 你还要继续帮朱立元复选吗 你知道有很多 蓝营的一些媒体人 跟以前的政务官 甚至有提过建议说 告国民党怕什么 两年前人家告国民党 下场好得很 但这种话 朱立元一听都是摇手 说不用再说了 他的态度很明显 那我们跟着他 就是要打到116 对我们来讲 明天是我们要过的 一个很困难的关 但是我们的目标 还是在116 我们希望过了明天 我们还是能够 跟蔡英文主席 能够来一场君子之争 不管外界怎么善效 我们的目标就是如此 即便说有要提案 就是要撤销 对不起 他们现在好像是用废纸 他们玩了一些文字游戏 把撤销改成废纸 即便是提案要废纸的 这个中常委 今天有一位女性 年纪比较偏长 是 她也是提案要废的人 当然她在对外都说 她那语调比较 尖比较细 我学不来 她就说 是我同事吗 是啦 对 好像是 那你同事还不少了 她就说 她爱助助姐 可是这个党中央要这么做 就要这么做 她昨天跟我在别台 节目录影的时候 还训我 说 公开训你们 公开也训我 然后节目录完还训我 训到我 我赶快跑走了 我就说我真的要先走了 甚至 因为那个节目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 我们都很熟啦 他也说 那如果说以前还在戒严时候 那哪会有这种状况啊 还需要讲那么久吗 我听了我都三条线了 这什么时代啊 还在讲 对啊 然后他还讲很多古时候的事情 他公开说这是古时候的例子 这样 那我就觉得说 现在我们的中常会 中常委 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 但他们离基层真的太遥远了 洪秀柱手上抓回来的 是去年不投你好不容易抓回来的一些中间选票 民进党非常清楚 只有国民党中常会装看不懂 你内行装外行是为了什么 你要掩护什么 这位中常委今天中午提了45盒水饺到我们办公室 我们都下歪了 没人这样请问答好 没人这样 他进来就说 他继续要是要给你们吃 他要那些年轻人跟志工吃啊 然后就说 意思是我有来 冲水饺了 这好歹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个礼数 就是一盒水饺给你 一盒水饺给你 大家都有了 你们要不要开始吃 全台北市最好吃的水饺 我告诉你们 如果等明天 他不是说如果 意思就是说 祝祝姐 如果怎么 这个林全会 有个什么结果 他离开的话 你们都要留下来 你们都要留下来做什么 你们都要留下来继续服选 服选猪就对了 因为你们吃了水饺 有那种比较单纯的 志工阿姨 或是弟弟妹妹 正要吃还没放到嘴巴 全部丢下来 没有 没这样 我不是同样席 他打算用一盒水饺 就收买你们就对了 我们祝祝姐 在国民党里面 绝对是没钱 没权 没事 没钱没钱 没钱 你国民党本帝宏 大家正常做的 就是说 没钱没钱 在国民党里面 你不要再捕什么 你捕总统 总统这件事你就可以捕的 你捕不去 是 你捕不去嘛 来 学恒你怎么看 现在就是说 朱立文如果上来 他刚才也说了 他做好被骂的准备 那表示就说 这个脸皮可能已经开始涂 涂了像城墙后一样 就不担心被骂 身兼三职 那么朱立文是人才 国民党是没人 即便说他是人才 那是不是 现在看起来被看破手脚 再来嘉靖也提到 这一盒水饺就要收买人 明天继续服选株 没有 我觉得这一位 女性长辈的想法可能是 来 大家我们送这个 49盒水饺来 45 45 45对不对 我以为77 49 想说到底这数字怎么搞 吃完大家就上路了吧 明天就不要再闹 大家就上路了 后来都没人吃 我觉得我在这边 还是要再谴责一下 这个嘉庆兄 就是都没人吃 那东西可以拿来我吃 对不对 不要浪费食物了 对 你来跟我回办公室 应该还有 虽然人坏心 但他那个东西 还可以再拿来用 食物没有醉 不要浪费了 还不是最好吃的水饺 真的吗 到底哪一家 我也很想要知道 但我觉得朱立文 刚刚真的是有点荒谬 就我们大家正 要不停的骂 他已经连骂好几天 就他刚受访讲说 这个民主制度 也是这样比较好 见鬼了 你准备用鼓掌的方式 推掉一个你党内民主制度 通过的候选人之后 然后现在受访说 现在民主制度 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 你怎么样 你在睡觉吗 你搞不清楚 你是应召而来 人家是民主制度 两者一比 谁高谁低 是差很远的 我觉得朱姊姐 其实应该要思考一下 坦白说 她已经用了很多的辟语 包含了什么仇安会 包含了岳飞 但是我恳请她看一下明代的历史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明代的历史 抗清明将 当年还不是清 抗金明将 袁崇煥 当年可是被以私通敌国的罪名 判以折刑 就是千刀万寡 其妻子兄弟子女流放两千余礼 做完之后 你知道当时塑造气氛是什么 跟明天国民党这个林全会很像 因为当时崇祯皇帝说这人通敌 就是你害我名将被斩 所以当时北平市内的那些居民 在千刀万寡之后 涌向前分食其肉 那袁崇煥后来是到了清代的时候 清代才平反说 这个人确实抗清有功 他们真的 虽然他很努力的打我 但是因为明代皇帝 这个昏庸无能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下场 我觉得明天的气氛 其实比较像是在 袁崇煥被抓的那个时代 我觉得朱鲁姐要好好看一下 当时大家可是不感谢袁崇煥的牺牲 要到了下一个朝代的时候 我想到时候我们可能希望小英 能够帮这个朱鲁姐平反一下 他是真的很认识在选 只是没有好下场 是朱立伟如果明天真的是黄袍加深 要出场的话 问题是党内是不是都能够支持 光是红袖柱的部分 难道就不怨朱立伦吗 那么现在深蓝的铁票区 是不是也不稳了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好 共产党林全会明天登场要换住朱上 但是朱立伦即使黄袍加深 但是在深蓝铁票区这个部分 票区是不是也有不稳的一个情况呢 那洪秀柱难道不会去怨朱立伦吗 来 嘉静你怎么看 刚才学恒兄有提到那个 袁崇煥大帅被这个临时致死的事情 当然那时候也是含冤莫白了 就是误信奸计 然后就直接把它给做了 这种状况很多人拿来比喻过 当然我们不希望最后是这种结果 因为明天毕竟还没到来 我们希望这个党的领导人 还是有大智慧跟大勇气悬崖勒马 不要犯下这么难以弥补的错 有一件事情 我们也听了学恒兄那样讲 很犀牛七七烟 昨天深夜的时候 一位媒体界的一位大哥 大吉的人物 在跟我聊这个事情 他说礼拜六那个场合 他真的看不下去 因为他看到前外长陈建仁先生 他说这种剧本 大概连小说里面都烂得看不到 那他说礼拜六那种场景是什么 就是说是不是有几个人 按住了手脚 然后把刀子递给大哥 说大哥杀给我们看 杀了我们就知道你怎么用 就大哥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自己动这个手 要不然我们召开个武林大会吧 大哥通常不会自己动手 都是你家小弟动手 那我们召开个武林大会 让大家看我怎么用 然后武林大会召开的时候 大哥就说 谁想要抢第一弓的就上来杜瑞吧 大哥还是不用自己动手 那是不是有人要建第一头弓 是不是有人要建万世勇力之弓 是 会不会有这种表态 大家用尝试去想 我不做预测 但是这样对吗 在东蔡市口看沙头真的会让兴奋的感觉起来吗 不是有中常委 有立委这样形容 那我们要问 为什么有这么多 他弃选自己选区 还去争取不分区的人呢 如果你今天瞧来瞧去 这些人在十月底名单浮出来的时候 他变不分区 他立了头弓了 是 这把刀子他堵了呀 那那些拍手附和的党代表 他情何以堪 是 会议进行的时候 所有镜头是攀到每一个人身上的 大家都看到谁在拍手了 是 你这些党代表都是对参与公共事务有兴趣的 是 哪一天你参选的时候 你泡泡泡你的对手把这些画面调出来 是 来 赵雄你怎么看现在明天林全会 国民党这些党代表 可能会面临这种情绪上的转换 原本是挺住 现在马上要换成朱立伦 这个所谓的 而会不会有精神分裂的问题 再来我们刚才新闻也提到 这个维朱计划 当然你是民进党这个部分 是有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明天我看换柱已定 不过这个还是要让大家觉得有点人情味 我刚才行硕真的是很肃杀 我们起鸡屁疙瘩 那真的是有时候同事比敌人更可怕 那我看出来这个 对洪秀副院长来讲冷卵自知 那至于维朱计划 这当然是本于这个议会监督的职责 你连市长都做不好 还可以跑去当主席 当主席还不够 还可以跑去当总统参选人 我觉得如果再不说话的话 连新北市市民都会唾弃这个议会 所以我觉得新北市议会去监督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对 合理的监督本来实习 国民党这样会不会有陷入裂解的一个情况 而且我觉得朱立伦真的不要以为说 这些本来深蓝的支持者是你的囊中物 你把这些人视为禁卵 就现在的政治气氛 其实大家对于政治的要求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 不是说我只要这样子跟登高一呼 你们这些铁票通通都会回来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抚他们 说服他们 然后让他们到最后还是愿意同意 我认为其实还是会跑掉一部分 就你不要以为说只要我朱立伦一出来了 原本你们这个洪秀座的支持者 就算刚开始有一些抱怨 之后你还是没有其他选项 你会投过来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政治 因为大家看清楚你的人格 就是大家看清楚 国民党原来是 就这么不值得人尊敬的方式 的手段的时候 我觉得跑掉的票 他可能就真的是一辈子跑掉了 他不会变成你的禁卵的 明天这两大戏演得完吗 还是还有后续 我觉得历史上 情绪落差这么大的聚会 你想想看我先描述一下 先大家很低调很悲愤 然后士气大政 只有一个活动叫做季妻 就是大军要求出事前要杀人